有人曾经有担心 说这次对于叙利亚的军事打击 会引起美国和俄罗斯的全面对抗 那美俄真的会重演古巴导弹的这种正面冲突吗 大规模冲突前的迹象又有哪些呢 来 这两个问题 张先生 真正判断一个战争的迹象呢 大约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去判断 一个呢 要看这个国家的舆论的动向 因为发动一场战争呢 一般情况下要想获取这个民众的支持 老百姓不支持 你这个战争就没有办法打 你打了之后 如果打败了 你这个政权就没了 因为加尔提里 阿根廷能打马刀 一开始群情激昂 最后失败了 失败了加尔提里被关监狱了 跟舆论引导相关的呢 是国家的声明啊 谴责呀 国家的外交表态呀 这些个都是需要关注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外交 是不是跟相关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了 断绝外交关系就要注意 军品尽售 以前签的所有的给卖给你的合同 武器啊 弹药啊 飞机啊 船动手动力 还有呢 由于你外交断交了 你经济制裁了 你又军事禁运了 那一般情况下呢 要撤回海外的 这个 这个 住外的民员 这个 侨胞啊 这样的都要撤回来 我要跟这个国家打仗 我先把我这个国家在他住的人 几万人 几十万人都撤回来 那这太明显了 这就是交战前的征章啊 你把你自己的人都撤回来了 还有呢 冻结对方这个国家在海外的存款 还有呢 就是海上封锁 因为要跟你打仗了 所以说禁止所有的船要开往你的港口 禁止所有的飞机开往你的港口 这是海上封锁或是空间封锁 如果不严格的话 那就是说药品的 食品的 一些无关解药的东西可以用 你跟战争相关的什么燃料啊 什么弹药啊 什么钢铁呀 这些跟军事相关的 军事工业相关的一律禁运 我刚才讲了 比方说20个要素才能判断 一场战争要不要爆发 结果你现在满足了十几条了 所以就有这个危险 就是这个危险就可以进行预警了 我们看到小艇带大舰有可能是俄罗斯海军未来的新常态 那前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俄罗斯的小艇部队已经在叙利亚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但是俄罗斯军队的整体趋势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那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就曾表示 说有大约2000件武器和军用设施已经列装了俄罗斯部队 那其中包括74架飞机和直升机 那同时还有80架无人机 还有四个团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还有五艘水面舰艇 还有250辆坦克和装甲车 那另一据外媒报道 就在去年12月底 俄罗斯的图2辆M3M战略轰炸机成功完成了首次飞行 和图2辆M3相比 最新的轰炸机更新了80%的航空电子设备 像数字显示信息处理系统等等 那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超过了两马赫 这是美国B2隐形轰炸机的两倍多 它几乎是世界上服役的速度最快的战略轰炸机 那么问题就来了 轰炸机飞出超音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在隐身轰炸机大行其道的年代 更新更快更强的俄罗斯轰炸机的主要目标 到底是谁呢 来这个问题 魏先生 我认为升级之后的图2辆M3M这种轰炸机 那么它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两类目标 那么一类就是摆到俄罗斯家门口的反导设施 它可以针对美国部署在东欧地区的爱国者的反导系统 以及陆基版的宙斯顿系统进行超音速的突袭 利用自己快速到达的能力抢占导弹发射阵位 那么快速的把匕首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发射出去 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轰炸 进行精准的毁伤 然后在高速的脱离战场 那么对方的战斗机追不上它 对方的防空导弹可能也打不到它 那么另外一类目标呢 就是针对美国人的核动力航母作战集群 那么利用图22M3M的这种快速的飞行能力 到达导弹发射阵位之后 可以发射数枚的匕首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针对航母编队当中的大型舰艇 驱逐舰 补给舰 甚至包括航母进行这种快速的打击 那么发射完导弹之后 就可以快速的溜走 让对手毫无办法 让对手无计可施 就在印度和俄罗斯积极推动 阿卡203印度制造之际 美国着急了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公开声称 说要修改印太战略 一改此前印太战略的这种被动局面 准备和印度加强军事合作 同时他还强调 美国要增加在亚洲的盟友数量 将不断强化亚洲的通盟合作关系 那么印太战略会让美印两国走得更近吗 印度会是美国下一个亚洲盟友吗 来这个问题陈虎先生 日本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铁杆盟友 关键是不得不 至于印度呢 我们讲印度现在的状态也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和日韩不同的是 印度它具有更大的一个独立性 美国对印度的强制的制约能力 毕竟有限 另外更关键的是 印度是个大块头 也就是说印度是一个大国 它的能力和潜力 不是一般的小国所能比拟的 对于美国来说呢 今天的美国和二战刚结束那时候的美国 完全不同了 那个时候的美国野心很大 但是本钱也很厚 今天的美国野心没减 但是本钱已经远不如前了 那么能力和目标发生了一个错位之后 怎么办呢 就得想方设法的借力打力 实际上呢 这是这个所谓昂格鲁撒克逊战略里头常用的一招 也就是拉紧老三打老二 其实呢 印度对这一套应该也很清楚 所以说呢 说印度将来会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今年是大选之年 任何一方的不利因素都会成为对手攻击的靶子 尤其是今年啊 总统大选遇上新冠疫情 美国各党派之间的竞争就显得尤为激烈 早在三月中旬 美国抗疫物资最缺乏的时候 美国疫情最严重的五个州 纽约州 新泽西州 加利福尼亚州 伊利诺伊州 马萨诸塞州 向联邦政府申请了50万件防护服 但是呢 却只得到了306件 纽约州州长科莫 至少公开指责联邦政府有11次 与总统对骂至少有7次 这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 我们需要3万台呼吸机 但是联邦政府只送来了400台 相比之下 佛罗里达州是有求必应 确认人数虽然是排在了全美国的第9位 但是向联邦政府申请的物资 却被百分之百的满足 那为什么美国的抗疫物资 没有按照实际需求来调配 而佛罗里达州又为什么能够受到特别的照顾呢 这还得从选票说起 除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铁盘州之外 美国的总统大选呢 还有12个摇摆州 有151票 那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率 在这里是势均力敌 这其中呢 佛罗里达州一州就占了29票 过去有一个数据统计 从1964年以来 只要在佛罗里达州胜出的候选人 无一例外登上总统宝座 而前面我们提到的五个州 因为是民主党的铁盘 所以说它自然是受到冷遇 疫情俨然成了美国共和党总统 和民主党州长们之间的政治舞台 就在前几天 特朗普公开指责 民主党控制的城市治安 甚至比阿富汗还要糟糕 全美最危险的20个城市 都是民主党人执政 正是因为民主党的不作为 那所以说才导致了 生活在芝加哥 就像生活在地狱一样 您看只要一有机会 两党就会火力全开互相攻击 那么美国两党之间的争斗现象 究竟我们该怎么看呢 宏林先生 应该说美国国内的政治 确实在进一步的分裂 但总体而言 两党之间的党争还是比较清楚的 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在抗议的这个问题上 那么双方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台上的特朗普会想方设法 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这种行政资源 去推动美国的各个州尽快的互工互产 包括在疫情防控的问题上 主要成立对民众会构成压力的这种契机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非常执拗的 在所有的这种公开场 他就不带口罩 包括不久之前所举行的这个国家党的这个竞选的机会上 尽管台语的人数不多 因此如果能够拿出一个非常好的经济打卷 那么会对美国选民的这种选择构成很大的影响 而对于拜登来讲 那么今年的疫情是他对共和党政府 对于特朗普本人构成强大压力 一个最有效的手段 而且到目前为止 共和党在应对这个疫情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一开始的轻质 到后来的这种政策的不对头 包括到现在 非常糟糕的数字 不管是确诊的病例 还是死亡的人物等等 都成了拜登对特朗普攻击的非常有利的武器 双方的这种角逐 可以说呢 就是在这一类事情上 已经非常激烈的展开了 因此现在看呢 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一旦看到对方有漏洞的时候 那么都是像恶狗狗狗一样 紧紧的盯上去 希望从对方的身上狠狠的撕下一块肉来